梁洪宇 想想有没有告诉你 我在看那个刀子铺的大门 你是梁洪宇梁大哥吗 梁洪宇 我是红娘小王 梁洪宇55岁 离异 现居浮渝市一家店农场 翻斗车司机 常年在外打工 月收入7500元左右 有双薄 有住房 在哪儿啊 在这儿 这块人家设计的大门 什么是我们整个玩法 门都翻的了 院里吃了一个 这个 咱家 咱们这个 这房子 从这儿走 你先走了 一进院 红娘发现 这院连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大哥为了给我们看看 这房子大概的样子 连砍了几棵树呢 当红娘进屋一看 这屋里更是到处都是东西 这乱的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都是塑料部直接糊上去的 那咱有啥一直不装修啊 我不成家 我也不在家住 我装打打呀 我成家以后先装 要啥样的 再说看对方咋要求的 就是给人家留个空眼嘛 对不对 梁大哥和我们说呀 这房子之所以荒成这样 主要就是没个女主人 这些年她一直在外打工 也不回家 也没有装修的必要 这房子呀得成了家之后 再归一支 在陕西 我就开那大城 翻那 我们拉的是石榴和沙子 就在煤矿上干 这十年了 十年了 一直在外面 我年年就过年回来看看 为啥是那么远呀 一个朋友介绍的 在那边 我那时候 打工为啥走的 那时候 要不得我也不能出去 就是在这个同学聚会啊 亲手朋友 还得帮一句 或者是 就看红白喜事啥 我今天都一句 我一看人家 是不是 孩子考学的考学 结婚的结婚 我这可得好 我一个人往下坐 我就感到挺自卑的 也是这方面 就把我鼻子揍出去 看到别人家其乐融融 大哥心里很不适滋味 所以 在朋友的介绍下 大哥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在陕西 一待就是十年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有从死亡线上 把我女儿拉过来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反正好像十五岁没了 他就长命了 没治过来 没了 在2003年 梁大哥的女儿 因尿毒症去世了 当时女儿才十五岁 梁大哥为了救女儿 竭尽所有 但还是没能留住女儿 松原县医院 哈尔滨一大 哈尔滨二大 长城一大 长城二大 长城中日联谊 哈尔滨 亦童医院 这位女儿园走 还散着河 不然没办法了 这种孩子烫起了 冷了 女儿的离世 让梁大哥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光了 和妻子的感情 也因为孩子的离世 变得脆弱 后来 妻子选择和大哥离了婚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看着身边的同龄人儿孙满堂 大哥越发感到了孤独 人生很失败 不是失败 这个家没有 我现在就想成个家 成个家如果说不希望飘过去 不用出去 几年过去了 从失去孩子的痛苦当中 慢慢恢复的梁大哥 想再成个家 那他想找个啥样的呢 高一点就行 总得一年没有六以上吧 再也就是说 你看那个最好 你就别抽不抽烟 不赌博这样 因为我这些年 不抽不吸烟 不喝大酒 我也不耍钱 和大哥聊完 根据大哥的择偶标准 红娘一下子就想到了 林屯子的刘洪娟刘大姐 这过日子呀 可是一把好手